慢龙鱼养几条不打架这个问题 慢龙鱼本身它是相对比较凶猛一点的小型的鱼类 一般只要你水体够大 养个十来条它都不会打架 如果你给它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水体 可能两三只它就会打架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来看 慢龙鱼是否打架 主要取决于你的水体的大小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跟它混养的鱼类的一个品种 如果说这些鱼类的品种也比较好斗 同时也比较喜欢挑事 那它们打架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如果跟它混养的一些鱼类都是比较友好 一些小型的鱼类 一般它们也不会再会打架 归根结底 慢龙鱼打架的本质就在于 一是征求配偶 第二是争夺地盘 第三是争夺食物 只要你把这三个问题搞清楚了之后 合理的分配慢龙鱼的一个饲养空间 包括一个饲养水体 它们一般是不会出现打架这种行为的